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4月7号星期五 我们一起来继续吃个蛋吧 这两天呢,一直在吃这个四川成都陈志龙职场对领导的瓜 吃了蛮爽的 我相信很多职场的朋友也一定很爽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绝大多数人 现在在职场或者曾经在职场的时候 跟这个陈志龙遭遇的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只不过呢,绝大多数人 可能就是99.99%的人 都不敢像他这样怼出来 一直压抑着 所以有这么一个突然怼出来的人 大家都挺爽的 我也看了很多人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评论 我觉得说都挺面面俱到的 但是我个人还有一个小观点 我想阐述一下 就是什么样的公司文化下 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下 会产生像陈志龙这样的公司环境 低效,压力大 领导和这个基层员工不合的这种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取决于这个公司的文化上 公司的文化上是对事情负责人 还是对人负责人 怎么讲呢? 如果这个公司 它整体的文化或者作风上是对人负责 那么这个公司很容易产生这种陈志龙公司的这种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对一个人负责的时候 那么你的前程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都有你汇报的这个 就是你汇报的这个领导 他的个人的偏好 他的喜好 或者他个人的能力决定 而不是说靠着你工作的这个结果 量化标准或者公司的规章制度 来决定你的这个前程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呢 工作的重点呢 就不是说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对吧 而是说呢 怎么给这个领导拍舒服了 那么这整体的这个单位 就会产生一种流血拍马 产昧的这种的风气 为什么呢? 你必须要看这个领导的 对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想法嘛 要不然呢 就是所以说 要不然呢 就是你作为普通员工呢 你就为了更好的产媚 你就不断的在这领导面前 去试错 对吧 投机所好 当然你不见得投得准嘛 你就得不断的试错 另一个方法呢 就是 也是大家最常用的保守的疗法呢 是 你要装出一个 就是 这个勤勤恳恳的态度 对吧 勤劳恳干的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表象上 转化中表现上 这个表 外表的这个表现上 就是这个无效的加班 至少呢 在表面上呢 让领导看着 我们还是蛮努力的 态度是有的 至于这业务能不能搞成呢 反正大家也基本上都搞不成 因为心思都没在哪 都在怎么表现上了 大家都在混嘛 所以也都是半斤半两 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司 他能好才怪呢 所以呢 也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吧 能求得 在他的心里能求得一席之地 所以大家也是使劲的这个签班的办法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职场非常卷的原因 很多时候卷的不是工作的效率 真正的效率和结果 卷的是大家怎么能在领导那儿占有一席之地 说到这个吧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以前呢 做乙方的时候 我也是做IT的嘛 做乙方的时候 真的 我当时带团队的时候 在一个甲方做项目 甲方的那个直接的对口人就跟我说 说这个项目 你们能不能准时拿到钱 是要看我们大领导满不满意 如果你们做的时候 我们大领导满意 那这个项目的款项肯定按时打给你们 但是他怎么满意呢 就是你们必须得加班 因为这样能显得我很努力 而且管理有方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了想 好像那时候平均每天吧 都是十一二点下班 那么偶尔呢 有十点下班的 那都是非常少的现象 一般都是项目组来新人了 也被他请不住项目组新人 那么能提前一小时 或者两小时下班 都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了最搞笑的是 当时为了体现这个 他的管理有方 我是很多年没有见过 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过 我说上班以后啊 见过就是你迟到了 是要在楼道里发站两小时 这个是特别的有趣的一件事 我记忆有心啊 记忆有心 反正呢 就如果这个公司整体风气 对事负责 那我觉得 整体的公司的这种 就是说内卷 这种加班的这种情况就会少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事情达标了 符合公司的要求了 对吧 利益要求了 那么其实你的自由度还是蛮高的 我最后一家公司是个外企嘛 我跟很多老外也一块合作工作啊 就是他们真的是在工作中吧 是对事情负责啊 如果这个事情呢 出现了问题 他们都是自愿加班的 反之呢 如果这事情完成了 他们就按时下班 而且呢 我发现最有意思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 因为我们做IT的嘛 然后呢 有时候很多时候要跟业务们去连调的 然后呢 老外参与这个会呢 如果跟他们去做连调的事情呢 他们会以事情的重要的优先级 或者呢 这个工作的前后顺序啊 来排气这个工作 如果你跟中国同事工作啊 如果他一开始就在这个 一开始大约毕业进了这个外企 那么他的工作风格跟外国人差不多的啊 就是以这个工作的实际的情况来排 如果你跟一些从这种对人负责的这种文化单位 出来的一些同事啊 去排气工作的话 他们往往都会说一句话 叫我们的这项工作非常的重要 这是老板非常关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排气必须优先 他是不管那个工作的前后顺序啊 或者说真正的重要程度的 他是要在老板面前去表现这个 这是一个后遗症吧 我觉得从那种单位出来以后的后遗症啊 当然在我们这种地方干一段时间 如果能适应啊 他就会改过来 如果适应不了 他还得回那种那种那种文化下面的这种公司 所以我觉得像成龙这种事情呢 主要是企业公司的这个一个整体的文化 对吧 如果说你是对人负责 你把你说的前程交到一个人的手里 那你就不得不想 怎么能把这个人舔舒服了 然后呢求得一个好的前程啊 那这个公司能不能好 那完全就看你舔的这个人的天赋了 不过我相信啊 天赋高的人非常的少 对吧 这个世界呢还是傻逼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就是很多时候就大家都卷到了这么一个 挺无奈的一个地步啊 反之呢就毅然了 对吧 对事负责呢 大家都不要轻松 因为有量化标准 有公司规范 干完了就就OK了 干不完 那能力不足 那就滚蛋就完了 就是规则简单 事情也就简单 也就这么点事 得了 就给大家扯在这吧 没什么再继续扯淡菲律宾的事 请不吝点赞菲律宾 感谢观看